《 抓住今日,把握當下》 抓住今日,把握當下 其實對這句話 我一直都還滿在做這件事情的 應該說聽到這句話我會覺得 滿有動力的 我現在還繼續在努力的過程 滿熱血沸騰的 滿有熱忱的 我想推薦兩部電影分享給大家 一部是二分之一的魔法 然後一部是《 靈魂機轉彎》 這兩部片我覺得滿符合這個主題的 假如像是《 靈魂機轉彎》 有很多挑脫一些時空 到過去的一些事情裡面 很多人都會覺得 你曾經很後悔的事情 你沒有去做 或者是你做得不好 但其實也沒有辦法回頭啦 這兩部片裡面都有這個主題在 現在的我其實我滿了解我的生活 我的狀態 然後我需要的東西是什麼 比方說在 然後我還沒有接觸到演戲之前 我覺得我不瞭解自己 對於瞭解自己這一塊 其實有很多方式 無論是成功啊還是失敗 有時候你出球很丟臉的時候 其實那個都是一個方式 讓你重新認識 重新審視的事情 其實現在的我 不會害怕說 我表演上 或者是我的生活中 有任何很丟臉的事情 或者是很反感的事情 因為就算發生了又怎麼樣 我覺得在這方面 我進一步了 更知道我自己是誰